我今星期的推介 我會選擇李文造紙 不如看看李文造紙是做甚麼 李文造紙是主要的業務 不如只剩下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包裝紙 包裝紙佔收入86% 另一個主要是衛生紙業務 佔收入約約10% 衛生紙業務也算是新的業務 在擴產方面仍在擴產 為甚麼看李文造紙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用紙需求 開始由淡季轉入旺季 另外我們也看到 例如阿里巴巴和京東業績 內地的電商需求非常強勁 這是代表甚麼呢 代表包裝用紙需求仍然存在 其實我們看過幾年來講 例如李文或九龍子業 主要帶動的產品需求 其實都是受到電商需求的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電商的業績好 其實變得到收入有多大的增長 我們相信對李文和九指的產品需求 其實都會有支持 當然增長的速度未必會很厲害 但起碼會有增長 另外最重要來說是同樣 其實跟之前說過 比如說水例來說 都是一樣的 其實這些紙業來說 都是受到一個額外部價格的影響 其實最主要影響股價的走勢 其實是到底那個紙價有沒有上調 還有從近期的市場消息 也有看到 其實那個紙價仍然是進行上升的周期 是沒有變的 還有我們也看看股價圖 我們看看李文的股價走勢 剛才我們從那個股價看到 其實每逢去到大概每年5月左右 其實又是由淡季回到旺季的時候 其實如果是配合紙價 其實有機會有上調的情況 也會刺激到股價 其實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這就是李文 我們也看看九龍子業 我們也看到 其實去年差不多是5月的股價走勢 也是在那些時間起步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反映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受周期影響股份的股價走勢的 pattern 最後為何會看好李文造紙 原因其實跟水泥一樣 以及鋼鐵股一樣 其實它仍然是限制供給改價 即是說什麼呢 其實產品的供應會受到一個限制 另外來說 其實因為那個供應 它不會說增長得那麼快 甚至是會有一個近乎一個flag的情況 所以令到它的供應 其實是有一個輕人的增長之下 其實都可以刺激到它的價格 其實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還有這個政策的影響 其實仍然是一個中長線的情況 對那個行業的發展來說 都是一個有利的 所以為何來說 譬如說李文或者九龍子業 其實現階段仍然可以看好 但也要留意 要看買的那個時間 那個周期 通常譬如說去到5月 去到九月中 十月左右 那種情況 就會有斷施工 之後會有很大機會 進入一個調整的情況 大家就要去把握出血水的時機 另外我們最近也能看到 其實李文造子進行一個整顧之後 他在昨天和前天來說 都看到有一個反彈在 今天就有一個回調在 所以大家不妨趁他在回調的時候 就可以找一個機會 看看會不會進行一個買入 另外另外一個可以留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記得到 其實之前市貨幣不太好 其實他都可以進行一個整貴的階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股價有機會跌穿這些環行距離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我們需要指示的訊號 因為現在是進入一個旺季 而指價又是一個加仁價 我們記得到股價又上升 其實應該是一個買入訊號 但是如果看到股價反而是 反而是掉頭逆轉 甚至乎截穿之前的整股區的話 大家反而就應該要看看 到底是否一個 可能是個學業情況 或者本身的企業情況 是有一些變化在 大家要去重新評估 好了 感谢观看